居然和平面中 盧凱族鼓搖 完美合音 祖語融合 饒舌 耳目一新 這些原住民音樂創作 即將登上巴黎文化奧運 跟一般表演服一樣 很榮幸的感覺 就是天啊 很榮幸這樣子 多次參加國際音樂季的阿豹 這次其實是他第一次到巴黎演出 已經準備好跟其他國家來場大PK 我感覺他們選了場館 因為都是律動性很強 因為像荷蘭也是 就是帶很有名的電影的DJ這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 好像滿適合我們的 文化奧運上 阿豹每場將表演四十分鐘 內容除了原住民谷瑤 還有電衣母語創作 他也迫不及待跟海外粉絲見面 是2019年那時候 因為本來那時候 有預計要去國外演出 然後因為疫情的關係最寒坎 終於有一個機會可以見面 然後大家可以在現場聽到這些 你在串流上面聽到的歌 他現場演出的樣子是什麼 這次阿豹還將帶領金曲新人 馬靠真愛 拿瓦少女隊阿富民馬丁助政台灣隊 而身為文化台灣隊隊員 到時候當然也會替奧運台灣隊加油 我們有安排一些 奧運項目的動作的出場 例如 工作到的工作 接下來我跟蔡依茹採訪報導